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日本核污水排放计划即将出炉 意大利医护感染率激增 日本麦当劳暂停售大中薯条 BC实施最新健康限制措施 UBC研究人员正在收集温哥华气味报告 歌手黄安爆料张子怡忘风离婚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12月22日星期三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日本核污水排放计划即将出炉 据日本NHK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12月21日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委员会 提交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放计划的申请 如果该计划顺利通过 那么福岛核污水将从2023年春天起 正式开始大量排放 据日本原子能机构负责人介绍 2011年的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 1-3号机组堆芯融毁 为了避免进一步核扩散和泄漏 东京电力公司不得不向核电机内注水 并且持续冷却堆芯至安全数值 但在事故发生后 反应堆内则残留了大量含有高浓度和污染的废水 如果不能及时排放或者处理 将会长期影响当地土壤以及地下水的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本次排放计划通过 东京电力公司将于2023年春季开始排放 并且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20年 有原子能专家表示 这些高浓度和废水一旦被排放进入海中 将对亚太海域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意大利医护感染率激增 当地时间12月22日 意大利民防部报告 该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3万例 死亡人数153人 并且可以确认有大量确诊病例为Omicron变种 意大利国家重症监护协会主席表示 全国目前几乎没有时间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来阻止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的增加 理论上来讲 意大利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急性大流行的局面 但是在过去30天内 意大利至少有4700名专业医护人员 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这迅速导致全国医护人员数量极度短缺 不过从意大利各个卫生区的统计数据来看 所有一线医护人员均已接种至少两剂疫苗 并且在治疗病患时都严格遵循当局规定的防护要求 有意大利国内防疫专家表示 这些医护人员的感染或许可以证实 Omicron有能力成功突破疫苗保护 在面对高强度的救治工作下 提高对在港医护人员的病毒筛查次数是至关重要的 日本麦当劳暂停售大中薯条 由于受到供应短缺影响 日本麦当劳将从周五起到12月30日 暂停售卖中份和大份的薯条 日本麦当劳表示 为确保顾客可以继续享用薯条 采取主动措施 暂时停售中份和大份的薯条 强调目前未有供应链断裂 日本麦当劳主要通过加拿大温哥华港口进口土豆 但因为当地发生洪涝灾害 加之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海上运输出现延迟 该公司发表声明指 现在已经寻求其他方法 包括将土豆空运至日本 本次并非日本麦当劳首次限售薯条 2014年因英美国西岸港口工人罢工 该公司亦采取只受细薯条的紧急措施 今年8月 麦当劳在英国也同样受到供应链危机的影响 1250家门店出现奶昔和瓶装饮料供应不足 当时货车司机短缺 是造成英国供应链中断的主要原因 下面为您播报加国新闻 BC实施最新健康限制措施 BC省正在扩大其快速检测计划 但这些变化至少需要两周时间 官员们正在开设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 包括重新开放温哥华会议中心 以加快第三针注射的速度 官员们宣布了BC省更多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 新措施于周三生效 包括不得在室内组织任何规模的聚会 包括婚礼、招待会和派对 酒吧和夜总会会关闭 在餐厅、酒吧或咖啡馆 每周最多可容纳6人 健身房、健身中心和舞蹈室必须关闭 音乐会、体育比赛、电影院等座位活动的容量 下降到50% 这些规则将实施到1月18日 新的限制是对周一生效的现有命令的补充 个人聚会仅限于您的家庭加10位客人 或超过10位客人的另外一个家庭 家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接种疫苗 UBC研究人员正在收集温哥华气味报告 在提交给温哥华气味项目的一份报告中 一个人是这样描述他们在温哥华发现的气味的 腐烂的垃圾、垃圾奶酪、刺鼻的醋、死亡、新鲜的呕吐物 虽然这种气味听起来特别难闻 但该项目背后的UBC研究人员表示 该团队正在寻找任何气味报告 Smell Vancouver于一年前启动 因此研究人员可以研究该地区的空气污染 及其与我们可以闻到的气味的关系 他们正在努力确定有臭味的地点、气味的来源 以及这些气味可能对健康造成的影响 UBC机械工程系博士后研究员表示 从历史上看 气味更多的出现在令人讨厌的事物上 随着气味变得更糟 你开始有这些心理问题 之后会引起生理不适 自该项目上线以来 该团队已收到大约600份报告 但在进入第二年的学习阶段 他们正在寻找的远不止这些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